操場跑到隆起 校舍的牆面 地板都有均裂 九一八地震后 东里国中满目疮痍 学校大家长满脸有心 慈激之工绩前一天的校舍勘灾后 22号赶紧再送来两个大型储水桶 这个是1000公升的运输桶 因为东里地区现在仍然是在 缺水的状态之下 所以我们分批的同仁去把水拿过来 做民生厕所的用途 很不济及 那今天有这个除水桶的话 我们可以非常的有效率的 让大量的水直接到学校来 让大家来使用 在复理乡的另一所学校万宁国小 同样也受创严重 孩子们上厕所得自己提水 慈激之工除协助师生将土书室 恢复原貌 也提供25箱矿泉水 让师生在一个星期内都有水可喝 地震后全民互助 尽可能让受创的灾区 赶快恢复原貌 步上原来生活的常规 大爱新闻 这下美之工 杨宝月 林林如 花莲报道